大家好,我是乐与主音写字的吴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说,我们的汉字 这个造字或者构字来说 讲究对立统一 或者说叫对立互补 这个,你像我经常对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小学生 进行这个硬笔书法教学 在现实中会发现 对于一些孩子空间感比较好的小孩子 他掌握起来一些笔划非常容易 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 他这个空间感他没有 这个为什么呢? 应该说我们幼儿园的老师 如果在早期 他会注重这些对事物的认识 肯定对小朋友在书写上有所帮助 比如说笔划的大小 笔划的长短 笔划的高低 宽窄 粗细 轻重 直弯 或者说直斜 像这些 是空间感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松紧 收放 协正 内外 分 和 这是硬笔 那如果毛笔的话 还有浓 淡 黑白 干湿 所以说 我长期从事 这个小学生的硬笔书法教训 然后近期我通过反思 再教小朋友写独体字 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字 就根据这种对立互补来认识笔话 咱们今天就根据这个话题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一些字 比如说独体字和上下结构的字 我们看一下 有宽就有窄 有大就有小 有长就有短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最常见的字 口 它上边是宽 下边是窄 那也就是说上边的横写长 下边的横写短 想到上边大 下边小 再比如说我们写甜 也是类似的 上边宽 下边窄 上面的横写长 下边的横写短 再比如说我们写这个胎 这个撇题 T写长 下边的口写小 所以上边宽 下边窄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左右的右 横写长 撇话写短 下边的口写小 也是一个上宽 下沉 下沉 像这里的字 并不是太多 但是上下结构 按照这种方法 很多 比如说我们写三字头 这个横写长 这个横写长 所以下边 这个横写短 所以看 左右长 这个下面 左右就短 那上下短 所以上下就长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如果我们就不写了 比如说我们写这个钉 横写长 那下边的笔画 看 他写的就短 这字我们可能看了还不太明白 对吧 但是我们写这个字 横写长 下边这个日写的寿长 横写长 下边左右写的要短 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像我们写 数页的 写这个一页两页的页 横写长 看下边 他要左右写短 看 横写短 横写长 宽展 那比如说 我们再写个这个字 母 横写长 下面的田 他就写短 上边横 长的他就写短 宽 宽 再比如说 我们写草字头 上面横写长 下边 横着钩 横写短 那所以说 我们写这个 宝盖头如果写宽 下边 口写小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否 撇 点 写长 左右 宽 下边 窄 人字头的字 更具有特点 比如说 我们写个全 撇那左右放开 那么 那么 下边这个 王 横 话 要写短 宽 窄 那所以上下结构 我们要看的是收和放 他上边左右放开 下边就朝里边收 放开 收 上边放开 收 这在我的巧计结构精华版 有这样的顺序 偏那底 然后是长横 然后是这个 涂宝盖 宝盖头 然后是这个带有横着的笔画 这是第一类 通过杖 让小朋友理解 上边宽 下边窄 宽的笔画写长 左右写长 窄的左右写短 这样就看出来了一个大小 那么 第二类 如果是 上边窄 下边宽 这样的字非常多 比如说 我们写公 横写短 下边的横写长 窄 宽 那么我们看一个大 偏那 左右写宽 上边横 一定要写短 同样天 看 这个横 我们很多人容易写错 所以把偏那 打开 那同样 我们写右 横写短 偏那 左右 写宽 像我们写这个 痴子的痴 看 这个写小 横写小 偏那 左右写大 这是我们讲的 偏那的笔画 那同样 竖弯钩的字 也是这样 比如说 毛 横都要写短 把这个 竖弯钩 看这个横 写长 包括我们写 圆 看 偏和竖弯钩 写长 所以上边的横 写短 包括我们写 这个斜钩的字 横写短 看斜钩 它左右跨度也很大 所以上边的横 写短 包括我们上下结构的字 像圆 淡 淡 它写的 瘦长一点 横写短 下边横写长 比如说 我们写 这个 点 看上边 左右写小 下边 四个点 左右 写宽 宽宅 那像我们写这个铝 上小 下大 上窄 下宽 延 也是这样 上小 下大 上窄 下宽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 我们写这个 看见的键 上边横 写短 偏那 写开 所以说 这类字 代表比较多 或者说 上紧 下松 上手 下放 这是左右的对比 那么 那么 那么这 读体字 与 左右结构来比 左边小 右边大 左边低 右边高 左边短 右边长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 儿童的儿 这个起高 拉长 这边写小 这边写大 几个的几 撇画 看 也是这样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一斤两斤的金 撇画 写小 写短 然后 这个笔画 写长 看上下 很长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日 左边横 写短 右边 竖写长 月亮的月 也是这样 右边的竖钩 要长一点 那么 像我们再写一个 片 也是这样 竖起高 看 两个在一块 这个短 这个长 这个低 这个高 那么对合体字 左右结构 我们举最有代表性的 看左边 缩 看右边 低 高 短 长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从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是 竖钩 竖梯 写小 这个写大 短 长 写个我 左边 左边写低 写短 右边 起高 写长 再比如说 我们写这个字 像 照 右边 起高 北方的北 也是这样 那么再比如说 我们写竹子的竹 看 很短 这个起高 竖钩 写长 所以我们多数的汉字 都是左小 右大 那 反过来 如果左边大 右边小 左边高 右边低 左边长 右边短 这样的汉字 几乎没有 至少我现在 没有找到 但是对于左右结构 像我们写这个字 人 左边 写长 上下长 这个右边 它就上下短 再比如说 我们写个扛 竖钩 故意写长 这个横写低 这个写短 这边高 这边低 这边长 这边短 比如说 我们写个蛋 也是这样道理 左边写长 对吧 池塘的池 三点水 瘦长 这边上下 看这个书班 这也能够看出来 这个字特点 包括我们写 母蛋的米 左边写的 长 高 右边写的低 这样来写 比如说 我们写运动的洞 左边写高 右边写低 像我们写 钉子钉 左边上下写长 写高 右边写低 看 如果的如 左边写的瘦长 右边写的扁宽 所以汉字 它存在着强烈的对比 如果我们让小朋友 他能够认识到 我刚才说的 大小长短 高低宽窄 粗细 轻重 直弯 内外 像这些 他能够明白 我们就会把一个字 从起鼻位置到收鼻位置确定好 那么这样书写起来 小朋友就觉得很简单了 好 我就讲到这里 咱们把这类字 我把镜头缩小一点 假如我们家 有小朋友的话 可以通过 这些字 即使他不书写 但是呢 他可以去观察 能够说出来 能有一个很好的空间认识 这也是很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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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